今年一季度,大陆吊销的餐饮企业达到了46万家,同比增长了232.6%。 同时,为了节省开支,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穷鬼套餐。 据大纪元报道,中共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, 今年第一季度,大陆餐饮相关企业注销吊销量达到45.9万家。 其中,1月注吊销16.7万家,2月注吊销量11.2万家, 环比减少32.8%,3月注吊销量18.0万家,环比增加60.0%。 而在2023年同期,吊销的餐饮企业不足14万家, 数量不及今年3月份单月吊注销的18万家。 同比2023年,2024年第一季度吊注销扩大232.6%。 中国大V餐饮老板内餐4月20日撰文认为, 在经历过去一年的创业潮后, 今年第一季度的餐饮市场俨然进入了高速贪唤期。 没能找到突破口冲出重围的餐饮人、餐饮小白们, 只能被残酷的现实抛下。 而且,今年第一季度,很多知名的老牌、头部餐饮企业也纷纷关门歇业。 心中是烘焙两大头部品牌虎头菊与默默点心菊, 在经历了近两年的苦苦挣扎之后, 在今年开年,虎头菊申请破产清算,默默点心菊注销了公司。 另外,虾补虾补、耐雪等头部创立的副牌大规模闭店、关停。 其中,虾补集团旗下的衬烧首次公开业绩时, 就靠着月均营收突破250万, 全年单店营收预破3000万的成绩单一鸣惊人。 但在烧烤市场高速变局以及年轻人消费心态的转变下, 趁烧显然拼不过量大时会的小烧烤, 走向了多地关店和紧缩的局面。 有从事餐饮业的业者表示, 没人,真的没人,人到底都去哪了? 去年比前年差,今年比去年差, 三月底又创了历史新低, 没有底线的下跌,直接没有营业额了。 餐饮业因为入行门槛较低,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跨入这个行业, 创业开店的人大多要么是失业了, 找不到工作了, 要么手里有些资金想要投资, 但又实在不知道干什么, 抱着民以示为天的心态, 安慰着自己去做餐饮。 但是因为整体经济下滑, 人们收入降低, 也给餐饮业的从业者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打击和失望。 吉林一烧烤老板透露, 一年比一年难, 大家都做活动, 99元双人餐到处都是, 9.9的折扣价也不少。 貌似一堆人排队, 但都是虚假繁荣, 到底赚不赚钱, 只有老板们自己心里清楚。 先卷死同行, 再卷死自己。 该老板表示, 以前亏本还能赚吆喝, 现在亏本连吆喝都赚不到。 大部分最终的命运, 就是把仅存的钱折腾光, 甚至负债。 因收入减少, 大陆年轻人开始对生活开支精打细算。 穷鬼套餐越来越受到大陆年轻人追捧。 网上流传的一份穷鬼套餐食谱显示, 早上花三元吃自助吃到饱, 午餐选择肯德基19.9元OK套餐, 下午来杯9块9咖啡醒神, 晚餐去电力店买10块的面食套餐, 晚上8点半后, 再去河马先生捡漏打折商品, 而且在大陆生活方式平台和消费决策, 入口i小红书上, 各种穷鬼点单攻略应接不暇。 数据显示, 去年下半年, 小红书上穷鬼套餐笔记日均获赞数为2366次。 2024年初至3月中旬, 日均获赞数就达到了5799次, 尤其是近半个月来, 笔记日均获赞数飙升至8266次。 比起去年涨了4倍。 财通证券研究所视频首席分析师吴文德表示, 受到消费购买力观念转变带来的一些影响, 当下的环境呈现出脉冲式消费现状, 接下日集中消费, 日常相对理性、保守。 同时, 两极分化的情况更明显, 流量越来越稀缺珍贵。 网民W腾对此表示, 地产不振百业萧条呀, 消费不断降值, 螺旋式下行萎缩还不见底, 信心和预期需要更有力的政策托底和刺激。 山村野娘们则认为, 创业就是捐掉全部财产和个人信用, 这是个铁证如山的事实。 腾讯用户1738399嘲讽, 不惨, 现在不是亚洲金融风暴吗? 我们也没什么好惨的, 都惨了这么多年了, 习惯就好。 重庆燃气集团去年下半年更换新的智慧燃气表, 其后用户发现燃气转速异常导致费用大幅激增, 居民在网上晒出大额账单缝燃气表是中国速度, 而一律亦引发集体抗议, 当局紧急革职肇事公司负责人。 有人权律师指, 垄断企业的行为无异于怯道犯罪。 更,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, 去年下半年起, 重庆燃气集团对全市及各区县更换新的智慧燃气表。 今年2月起, 当地网上问证平台上陆续收到市民投诉, 表示他们更换新的燃气表后, 燃气量大增导致费用翻倍。 至4月, 大批重庆民众在网上质疑燃气费用异常飙升, 怀疑燃气表有问题, 纷纷在网上晒出燃气账单, 有居民的账单甚至高达6000元, 还有市民撑停用燃气后, 但燃气表仍在转动。 有网友调侃新表比飞机都跑得快,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速度。 并有用户质疑, 用气量高而燃值不高, 火焰呈黄色, 除燃气表转速快外, 可能是掺进了钾弥和二甲醇这两种燃值低而腐蚀性强的气体, 极可能导致安全问题。 根据中国媒体爆出的数字, 至4月12日, 重庆当地主管机关一共受理了7362宗燃气相关投诉。 面对换表增费质疑, 重庆燃气集团在4月12日发布澄清公告否认, 称该公司新更换的气表均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, 并具有检定合格的标识, 且截至本公告发布日, 未发现已复合气表有计量失准问题。 集团不负责任的态度令民怨沸腾, 当局一旦忧会演变成集体抗议事件的巨大压力下, 重庆当局组成联合调查小组进驻重庆燃气集团。 4月19日, 当局中确认该集团有多计、多收费等问题。 他们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, 称燃气集团存在错抄和违规孤超燃气表等问题, 其中包括燃气集团一分公司今年1至4月, 手动录入错误1085笔, 未入住孤超错误106笔, 长期未成功入户, 超表错误234笔。 通报也称重庆燃气集团还存在计费周期混乱, 价格政策执行不到位, 换表工作组织无序, 以及工作力量严重不足, 内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。 当局一表态, 对于企业违法违规的问题, 已移交相关部门加快依法处置, 现已逼案调查14件。 上级机构已决定免去重庆燃气集团党委书记、 总经理车德辰的职务, 并将提醒股东大会免去其董事长职务, 同时派出工作组入住重庆燃气集团, 开展彻查整改。 随着官方调查和定调, 根据中国网易披露, 很多重庆市民反映, 无需工作人员进入家中, 但燃气表的速度降下来了, 火苗也变蓝了。 但市民担忧, 随着事件热度消退, 燃气公司可能顾忌重严, 因为燃气公司在后台操作, 就可以远端控制制毁燃气表的速度。 据悉, 重庆燃气集团的大股东是央企, 换表后利润暴涨。 2023年第四季, 营业利润年增1,127%,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为2,192亿元, 年增824%, 重庆燃气公司隶属华润燃气控股集团, 中共国务院国营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22.78%。 中国人权律师隋木青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, 官方处理方法依然如故, 为追究肇事公司的法律责任, 他认为该公司的做法最起码是一种偷窃行为, 而早前, 中国曾有多宗民众盗取燃气祸行的案例。 隋木青说, 重庆那个就是因为太过离谱就爆发来的, 其他那种不是特别离谱的电表, 加油那个表可能都有问题。 这个不仅仅是要求退费的问题, 这实际上就偷窃, 垄断集团的盗窃。 因为前面我们还看过一个判例, 就因为有人盗窃燃气, 最高判了10年了, 你们盗窃这么大规模的财产, 盗窃了这么大的数, 那个一把手必须抓起来判刑啊。 目前, 生活在海外的资深媒体人蔡神坤, 在社区媒体X上写道, 无论重庆燃气, 采取加压或是降低燃气浓度, 或是更改气表结构等方式, 都是犯罪行为。 而且, 这种是需要周密规划多方协同, 属于严重的组织刑事犯罪, 咋能退钱就完了, 肯定也不是最后一家这么干的黑心企业。 澳洲华人时评家黄辅靖, 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, 中共在用替罪羔羊来平息民愤。 无奈各地都出现类似的情况, 如果当局依然沿袭过去的维稳守法, 恐将导致民众的抗议。 黄辅靖说, 老百姓发现了, 中共会以抓替罪羊的方式来平息民愤, 免职的重庆供给公司负责人就是替罪羊。 这个表的走述又恢复正常了, 那哪天老百姓不注意了, 你又通过远程调控啊, 重新这个表的速度提升了, 让老百姓在不知不觉中又多付钱。 用这种方式肯定无济于事啊, 抗议会有的。 黄辅靖也指出, 国企和地方政府之所以敢如此敛财, 主要来自中共当局的纵容和默许。 当前各地方政府缺钱, 中央高层允许地方、 国企使用各种方式收割韭菜。 燃气公司不愿采用公开及敛财较慢的涨价方式, 所以开了西燃气表这种巧取豪夺方式。 这是整个执政体系流氓化的显性方式, 也显示中共经济无路可走。 黄辅靖说, 各个地方政府都没钱, 中共暗示地方政府、机构可以用各种手法增加你的收入, 它不会公开以发文件的方式这么做。 不是光一个地方的事情, 它是整个国家透过这种方式搜刮民财, 这种手法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共执政手段流氓化的公开方式, 它的经济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。 重庆燃气表问题曝光后, 网上开始流传一篇文章, 还是成都很啊。 4月13日, 四川成都一居民反映换了燃气表, 二十天费用一万七千多, 多位居民表示, 频繁渐费和燃气用量激增。 来自四川乐山的心理学家唐映红发表微信公众号文章, 燃气费暴涨, 资本之岁还是全力之过, 透露自己家中的燃气费也暴涨五倍。 借用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话剥削, 来自权利, 而非资本, 没有权利撑腰, 资本只会讨好顾客和员工, 哪敢肆意妄为, 暗批燃气公司等垄断企业, 依望权利不虚百姓。 根据X中文布洛克李老师, 不是你老师会整的中国网友爆料讯息, 继重庆后, 成都, 常州, 合肥, 南昌等地, 都陆续有网友反映, 加重燃气费激增的状况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